彭哥在那邊 那他們給我一個五分鐘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而且人也差不多散光了 所以說其實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說差不多有很多人就先散了啦 時間的關係 開兩分鐘太好了 OK 我跟彭哥短暫的工作過一段時間 那大概是在去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回中風 那回中風的時候 我那天 他們本來找我去工作 有人介紹說 問我要不要去彭哥那邊工作 然後我說 我讓我想想看 我考慮看看 我可能時間不見得OK 然後有一天這些票人就帶著我去說 欸你要不要去 我們要去看病房看望塔 你要不要去 我就去了 去了以後他們就走掉了 然後就留我下來 然後我想說OK好 一個病人嘛 我總是要幫忙照顧一下 人本來的這個 人性本上我們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結果晚上11點多 終於幫他把事情處理完 我要走了 然後鋒哥 欸志豪所以你明天幾點到 變成我好像 我從那一次開始我才知道 我開始在他這邊工作了 那那段期間非常特殊 因為他在神病 每天躺在病床上 那我的工作當然就是在旁邊幫他 把字打出來 他那時候還是要 這個國寶級白目的這個部落 還是每天都要更新 三不五次要更新 然後他非常喜歡看他的那個 人數的那個瀏覽人數 他每一分鐘都 因為每幾秒鐘他就會按一次更新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 五千人了你看看 這樣子 那所以說 所以 那那個 當然就是鋒哥其實大家都覺得他很 幽默喔 當然我自己會比較 有不同的看法 易老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其實鋒哥有一些幽默有點 有點老 就是 我能懂 就是大概 四十五歲以上的人看到 我覺得 非常好笑 那我也會會心裡笑 但是不會 你知道 哈哈哈哈那種 那種笑 但是 不管怎麼樣鋒哥是個幽默的人 而且他本來私底下就是很幽默 但是 那時候讓我最驚訝的事情 是 其實他 他超級 他是一個很熱血的人 你知道嗎 我們會看 一起看新聞 然後看到什麼新聞的時候 他 他會先生氣 而且是真的很憤怒的生氣 然後 先罵個幾句之後 然後 很快的 表情在轉變 然後還說 這個東西你看 現在這個 我現在想到一個概念 這個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概念非常好笑 你一定要聽聽看 所以大家再告訴我 他的那個概念是什麼 這樣 也就是說 其實我 我感覺在他那個 很cynical的那個 外表底下 他是一個非常 非常 非常憤青的一個人 他很年輕 非常的 熱血 然後 然後 我只能 我不知道 因為 鳳哥都要抓進去關 我也不能 我也不知道要跟大家講什麼 就讓大家認識一下 我所看到的鳳哥 這樣子 那我們 我們之間 常常還會玩一個遊戲 那個時候 我要開著電腦 他坐在病棠上 然後 我要常常幫他寫東西出來 然後 那我 我電腦上都會放 都會放 放歌 那我們就可能會一整天都會玩同一個遊戲 就是 我一直放一些老搖滾的歌 然後 他會猜 那個歌的歌名 然後 他也才知道 其實我也蠻喜歡 聽 他喜歡這點音樂這樣 所以 我不知道鳳哥在哪裡 我還是沒有看到他 我想說 我就想唱個兩句 唱個兩句 獻給他 就是 我本來 對 所以 因為鳳哥要 我們要送點嘛 我們開心一點嘛 所以 就是 他還是不知道 我應該對著他唱歌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我幫我問一下 他是不是有人愛過 好 鳳哥 你仔細聽啦 Cause baby Goodbye doesn't mean forever Let me tell you goodbye doesn't mean we'll never be together again 好 就這樣 所以 我們 大鴻哥出來的時候 大家再一起來歡迎他 這個 回到這個 我們自由的台灣 然後繼續為我們的台北 做出更多的貢獻 好 謝謝大家 感謝 志豪 那就憑你剛才 那兩句 等一下消夜就沒有你的份了 哈哈哈 在城市 最或者在城市 都有很多人 阿 我們 或是 再次 感谢观看